看这颜值 你相信这鳗鱼饭是素的吗 用它来犒劳一下忙碌的自己 鲜豆皮淋上点生抽 给豆皮加个滋味 每个地方都刷上生抽 再加点黑胡椒 两个土豆切成薄片 差不多五六分钟就能蒸熟 把蒸好的土豆碾成泥 不用特别细腻 有一些颗粒也没关系 冻豆腐 给它全部切成小丁 放在粘好的土豆泥里 调个味儿 一小勺白胡椒 一勺酱油 给它们搅拌均匀 您有没有发现 吃素时间越久 您的味蕾越敏感 所以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调料 来点面粉 加点水 咱们调个面糊 腌好的鲜豆皮 咱们改个刀 每块不用特别长 剪好一张腐竹皮 大小凝固算一下 能够裹住一个完整的豆皮就好 给它刷满面糊 来张海苔 剪成长条 海苔 海苔上同样刷满面糊 放上鲜豆皮 再加上刚才咱们弄好的土豆和冻豆腐 加多少都可以 但提醒您一点 加少了可不够吃哦 把每个连接的地方都涂满面糊 这样粘起来更容易 锅里加一点点油 把这些素满鱼马的锅里 中小火慢慢煎 时不时地翻个面 等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 加些生抽酱油 再来一点点水 再来一小勺红糖 如果您有味淋的话 可以再加一些味淋 让它两面全部都沾满这个酱汁 酱汁都收得差不多了 咱们这个素满鱼也就好了 改刀切成条 素满鱼完美呈现 放到咱们蒸好的杂粮饭上 点出一些白芝麻 颜值、口感都会让你很享受 不管多忙都要好好吃饭 顺便给我点个赞